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爆中共研究超致命病毒 被SARS-2致命60倍 金正恩開防疫勝利大會 打臉習近平 爆習近平向拜登良底太 現在不會開戰 網紅開炮中共 波特旺 八拱為中國人權發聲 中國船東擲錢混鵝油 背後老闆浮出水面 一位美國科學家近日 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 有證據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起初 對致命的尼泊病毒 進行了合成生物學研究 位於西雅圖的製藥公司 Athoxet Terracutec 首席執行官 醫生輝說 他的研究基於檢查中方 已上傳到國際資料庫的 早期COVID-19患者的訊息 曾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任教約 10年的灰表示 尼泊病毒是一種比SARS-2更少的病毒 並且傳播性要少得多 但它是最致命的病毒之一 致死率超過60% 被SARS-2致命60倍 灰進一步指出 武毒所的尼泊研究工作 沒有在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 4級設施中進行 而是在安全協議較低的 2級或3級設施中 他作證時說 尼泊是BSL4級病原體 和疾控中心認定的生物武器 這是我遇到過的最危險的功能 獲得研究 我們應該假設 武毒所直到今天還在進行這項研究 《華盛頓時報》報導 如果得到證實 武毒所對尼泊研究可能會違反北京簽署的生物武器公約 該公約禁止研究可用作生物武器的製劑 灰警告 如果研究產生病毒的冒化版本 可能會導致更致命的流行病 據報導 加拿大溫尼泊國家微生物研究室 曾收到武毒所的請求 NML的華裔科學家 休克果於2019年3月 向武毒所運送了 尼泊病毒和艾伯拉病毒樣本 2019年7月 又和丈夫程克定的實驗室被加拿大王家騎警突襲 2021年1月 兩人被正式解僱 在被NML解僱前 休克果曾多次前往武毒所 幫助進行四級生物安全培訓 他還與少將陳偉在內的中共軍事研究人員合作 並發表了論文 此外聽證會還披露 中共政府拒絕配合調查帶流行的起願 2019年9月即宣布COVID-19爆發前的3個月 武毒所刪除了一個列出2萬1千種病毒的網站 朝鮮媒體《朝中社》發布消息稱 8月10日平壤舉行了全國緊急防疫總結會議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宣布防疫戰除得勝利 從即日起 全國有最高緊急防疫等級 剛知正常防疫等級體系 對於朝鮮高調宣布抗疫勝利 時事評論家唐靖遠在圓建快評中辭出 金正恩開防疫勝利大會 被佩洛西訪台更狠地打念習近平 唐靖遠說 金正恩在會上宣布自己都中招 得顯了自己新鮮時述 與民舉國上下共同戰役 就是在與習近平唱對台戲 因為大家都知道朝鮮沒有疫苗 沒有全民排隊做核酸 哪怕想早見百位兵 或都照不齊幾套防護服 唯一依靠的防疫措施就是 戴口罩加飲生薑水的傳統食料 唐靖遠稱最關鍵的是 雖然朝鮮同樣擁有與大陸類似的政治體制 三伴同樣擁有與習近平一樣 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條件 但他沒有封城封樓 沒有大絞清零 更沒有實力實現 對全社會進行先進的緣情監控 學員各種手機碼 朝鮮都只用了三個月時間 就達到了群體免疫 社會生活恢復正常 這份成績單 比起現在的中國大陸 還在核酸測得計飛狗跳 疫苗打得四處尖叫的抗疫清零宗旨 確實要告明無數倍 在唐靖遠看來 這種對比的殺傷力 遠比佩洛西防臺遙行得多 佩洛西無視中共的叫囂威脅 防臺的畫面被大陸民眾通過直播全程觀看 使中共顏面無寸 衝擊巨大 為了挽回急劇下滑的明星和形象 習近平在佩洛西離台後急忙宣佈棍 展示了一下黨軍的肌肉 這個很可能是在一系列的複雜博弈中 習近平唯一獲得的紅利 但沒想到朝鮮小弟金正恩 在這個折骨眼上高調開抗疫慶功大會 展示朝鮮奇跡 被佩洛西更狠地擊中了中共的軟勒 華爾街日報8月11日報導 有接近中共決策層的知情人士透露 在佩洛西抵達台灣4天前 習近平和拜登在7月28日通電話時 習近平威脅稱如果佩洛西訪問台灣 會出現不確定的後果 另一方面 習近平也表示北京無意與華盛頓開戰 中美雙方都需要維護和平與安全 對於習近平而言 現在處於中共二十大之前的關鍵時間段 獲得連任在他的首要目標 其他事項都要維持讓路 因此保持內政外交的平穩過度 就是習近平的重要目標 但對於習近平而言 要做到這一點卻有相當的難度 鑑於他將自己綁定在中共這艘破船之上 認為中共體制是他的權力的來源 而中共的謊言與暴力的本質 決定了其對內內鬥、對外外鬥 作為黨魁 他都無法逃脫時刻處於危險之中的命運 當前的中國國內 民眾對清零防疫政策 和其他政策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多 由於習一尊落於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導致各級官員尚尚選擇堂平對策 龐大的官僚機構越發遲鈍 中共的外交狀況現在已經處於歷史追蹤點 中美關係時事評論員橫河在橫河觀點中表示 佩洛西訪台是用行動打破了中共所謂的 支持台灣直支持台獨的中共定義 為美國和其他國家議會甚至政府領導人訪台鋪了一條路 而中共軍方所高調宣稱的大規模鎖台軍演 從範圍來看超過以往任何一次 但原定三天的實彈發射演習 僅兩個多小時就宣告結束 看起來就好像為了完成任務而匆匆忙忙地表演了一下 改編至真人真事的電影《沉默呼聲》反映了中國人權的現況 因議題敏感從開拍到即將上映都遇到不少阻礙 在特影回相 演員吳怡婷與王志強講出拍片心路歷情 面對中共的壓力 他們不謂封殺堅持接下角色 王志強還自我調刊說 如果能被中國記住都是一件好事 演員吳怡婷回憶當初拍攝時尚遇到中共小粉紅鬧場 演員王志強也透露拍攝時連租借場地都頻頻遇到阻礙 此外近年來經營粉紅月報的台灣人氣YouTuber波特旺 都現身沉默呼聲首映會威之有人權發聲 他感嘆說 看完內心壓抑 因為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 現在很多人用抖音 小紅書 這些都是另類的文化童戰 近來 台海危機升溫 除了軍演 台灣還遭遇中共的複合式威脅 波特旺對大家哭說 不需要過度恐懼 大家能做的事情就是盡量讓真相備光照亮 看完電影後的他還幽默的話 楊書記就坐在我旁邊 好想跟他說遞死 鐵拳隨到你了吧 近年27歲的網紅攝圖一機 北京都盛讚電影內容 充分將中共的邪惡體制 還有搞肉機的體制拍得非常成功 他強調 這個不是我未來希望的國家變成中共這樣 我都不希望我的後代生活在中共這樣的體制之下 所以我會努力的去保障我 以及我未來的下一代 攝圖一機白永仲表示 我覺得很簡單 中共反對什麼 那就代表你們做得對 所以你去看看那個 中國微博的官媒 它下面如果開什麼精選評論 或者禁止評論 這樣你就做得對啦 外媒報導 一名神秘的中國船東 斥上億美元買下郵輪轉運俄羅斯原油 外界猜測此人之舉與中共難脫關係 盧俠船拍日報報導 一名不知名的中國船東 斥資3.76億美元買下13艘郵輪 作為大西洋雙船對船轉運俄羅斯原油之用 該名船家透過20家香港與中國 相互關聯的空殼公司 買了5艘阿富拉型郵輪 7艘大型郵輪 與1艘蘇伊士型郵輪 除了1艘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葡萄牙以西 860海里的國際水域 從事高風險的俄羅斯原油轉運業務 報導說除了有一批貨物 被追蹤溫鬆都印度之外 這些藏在於阿富拉郵輪的原油 先從俄羅斯波羅的海的港口轉運到大西洋中部的大型郵輪 再運送到中國 每年為4,000次船對船轉運提供資訊的專家 格里卡斯說從未見過如此類型的船對船轉運操作 報導還指出 這13艘郵輪全部都與中國大連市的一棟辦公大樓有關 外界分析 該船隊沒有違反任何制裁 並且遵守保險與規範 這可以說明烏鵝戰爭已創造出一種新且神秘 並在傳統貿易路線範圍以外運作的游市 同樣都說明中共與俄烏之間存在經濟上的勾對 早先在國際社會考慮再進一步加大對俄羅斯制裁的時候 中共外長王毅就強調 中俄友誼堅如盤石 未來合作前景巨大 海斯西柱大學政治學和商業法律教授 科拉雷斯之前對美國之音說 在那時北京就決定大規模購買俄羅斯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 路透社數據都顯示 俄中雙方貿易額至2014年俄羅斯兼聘克里米亞之後暴漲 預計到2024年達到2千億美元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分析說 很多人以為習近平被普京欺騙 但其實在開戰之前 普京就向習近平交底 都可以說中共是非常明確地站在俄羅斯一邊